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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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天勇的心脏捐给谁了 还没走啊 刚办完手机 等部队车过来 就把他临家送回去了 会有追悼会吗 组织再安排 葬在哪儿 律师人员 跟罗亮做个爸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 器官圈子 必须在双方的原则下进行 共手双方 都不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是准美琴吗 我看见他们两个 一起推进的手术师 我只能说 今天是我第一次 因为一代手术的成功 反而更加难受 辛苦了 夏医生 下期见 下期见 快点 收藏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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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下期见 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已经掌握了罗文龙的犯罪证据 留给您交代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如果你还是这样什么都不说 那就彻底没机会了 我母亲怎么样了 手术很顺利 一周之后就应该能出IGU了 你们是怎么确认我身份的 电视台的资料片 后来你闯入演习 有外军代表认出你了 据她回忆 裴于当年在外军服役的时候 曾经犯过原因不明的心脏病 那么巧 当你以卓人的名义回来的时候 也曾经一度犯病 后来我们调取了裴于出生的 医院的资料来看 发现当年有一位孕妇 叫卓美琴 生下了一堆双胞胎 起初我们只是怀疑 你是死者 裴于的双胞胎弟弟 直到后来 我们搜查你公司的地下室 发现你把门禁的密码 设置成了910218 那是裴于的生日 比二月十九号 凌晨出生的卓人 早了三分钟 你可以处处伪装 但是你下意识地反应 却出门了你自己 所以我们断定 八年前那场交火中 死去的是卓人 而活下来的是你 裴于 你想要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了 现在该我问你了 你是欲望之城的创始人 恐怖海盗 对吗 是 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平坦 孤独 孤独 没道理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黑暗里 于心于身 这个世界应该换一种秩序了 互联网 是一个奇妙的灵魂 但是存在它的本身 也有一个丑陋的缺点 而我就是找到这个缺点 并加以利用的人 如果所有人都是罪犯 那犯罪的本身 就不会孤独了 就跟你们一样 你们消灭罪恶 是为了得到认同 但是这种认同 一定不得附存在了 你们也会堕落的 一气堕落 是一种多不美妙的体验啊 美妙 对啊 对啊 那些在自杀游戏里死去的人 他们肯定 非常担心我 原来你是用这种借口 来催眠自己的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对我而言 消灭罪恶不是为了认同 而是为了我的妻女 哪怕所有人都反对 哪怕连他们都不理解 我还是会这么做 因为我是丈夫 是父亲 我要他们一生沐浴在阳光下 平平安安 干干净净 人人犯罪不代表你也要犯罪 更不代表我会姑息犯罪 像你这种人渣 我见一次带一次 绝不放过 我是人渣 你 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有一天你母亲苏醒过来 知道你这么多年人的所作所为 会是什么感受 你 你不要自己的 你不能你 你也不肯定 你也不肯定 那你就告诉我路威龙的下落 我不确定 但是我知道 他在过来有一个秘密的据点 在哪里 我可以带你们去 感谢观看